我的全部思绪都缠绕在伯爵女儿的身上 第二天就造访她家 不巧伯爵不在家 不过伯爵夫人以最有礼貌的态度招待了我 他们的房子叫我大失所望 我本以为他们的住处会像在天堂里一样 可看到的却是摆着重铸的椅子和脏乎乎的桌子的大客厅 放下的百叶窗使屋子里几乎见不到阳光 我甚至发现伯爵夫人穿的是一条破旧的裙子 她离开我去叫她的女儿来见我 一会儿伯爵小姐走了进来 说她焦急地盼着我来 不过不是在这个时间 她一般在这时候是不见人的 我感到几分不知所措 特别是看见她的旧衣服 使她显得很难看 我不禁为她在城堡时给我的印象而奇怪 她看出我的惊讶 沮丧地说 教室先生 我知道您这会儿在想些什么 您之前一定以为这里是富丽堂皇的 可现在除了寒酸您没看见别的 政府只发给我父亲很微薄的一笔退休金 而我们出门时不得不打扮的符合身份 我们经常连午饭也吃不上 只有这样才能把应急是典当出去的叫好的衣服赎回来 我震惊了 尴尬当中我回答 如果我很富有 此时此刻我就可以向您证明 您并没有把您的不幸 像一个冷酷无情的人倾诉 可惜我没这个能力 再说我很快就要离开威尼斯了 我的友情帮不到您 但我坚信您的魅力就是您幸福的根本 他回答说 这倒是有可能 但是我只希望我的婚姻是合乎理性的 我知道其他的一切都可以没有 因为我长期以来已经习惯了贫寒 现在我们去看看我的画吧 我已经忘记了他的画 对他的下娃也已经兴致全无了 不过我还是跟他去了 他把我领进一个房间 里面放着一张桌子 一把椅子 一面镜子 还有一张没整理的床 尤其让我作呕的 是屋子里有一股气味 他让我完全清醒过来 即使我对他还有几分迷恋 这股污浊的气息 也足以把我的热情扑灭 我只想走开 又恨自己不能将一满把杜卡特金币扔在桌上 可怜的姑娘把他的素描拿给我看 我觉得他画得很好 称赞了他 却不再关心他的下娃 也没拿他的亚当开玩笑 为了摆脱一点负罪感 我问他既然有这样的才华 为什么不靠他改善一下经济状况 他回答说 光一只颜料盒就要两个柴席内金币呢 我说 您能允许我赠给您六个柴席内吗 他说 啊 我很愿意收下 谢谢您 我是带着什么样的观感离开了这座房子呀 我将现实与想象比较了一下 发现还是更喜欢后者 一个灰暗的概念在我心中形成 爱情从某种程度上讲 只是强烈的好奇心 女人就像一本书 封面得吸引人 如果封面就没什么意思 这书就不能激起人们读她的愿望了 傍晚 我去了奥利奥夫人家 告诉她那两个漂亮侄女 我现在住在格里玛尼家 因此眼下还不能到这儿来跟他们过夜 罗沙先生告诉我 人们到处都在谈论 我那巧妙的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 我得当心点 特别是夜里得保护好自己 因为拉着她发誓要复仇 我明白很有必要听从她的建议 但我晚上还是要出去访亲会友 三四天后 主教来了 他三十四岁 为我画了一个石子之后 就把手递给我亲吻 他还把我搂进怀里 称呼我是他真爱的儿子 又告诉我 很遗憾他不能马上带我走 不过我可以到罗马去 他会在那里等我 他热情奔放地说 等您一到罗马 我们就再也不分开了 我们一起经纳布勒斯到马托拉诺去 您明天早晨到餐厅来找我 好让我们一起吃顿早饭 因为我后天就得启程了 我答应了 我们一起喝过巧克力之后 他用了长达三个小时的时间 来考察我的学问 我清楚地感觉到 他对我并不满意 然而我却很喜欢他 认为他是位值得敬重的先生 他走了之后 格里玛尼先生交给我一封主教的信 让我到安科纳后 转交给一位拉扎利神父 我将随威尼斯宫使到那里去 行期确定之后 我去跟所有熟人道别 伴随着疯狂的亲吻和热泪 我跟我那两个天使 度过了最后一夜 我把所有的文章和我收藏的禁书 都交给了曼佐尼太太 这好心的妇人笑着跟我说 她完全相信 最迟不过明年 她就可以将我的东西当面还给我 她的预言让我惊奇 却也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快乐 我在圣马克小广场登船 一天前 格里玛尼先生给了我十个柴西内 照他看来 这就足够我在安科纳医院 接受检疫的费用了 他在这方面是很认真的 而我与他相反 总是大打咧咧 这倒省得我费脑筋了 不过我得承认 我前代里的真实数字是秘密的 这让我信心十足 四十个柴西内金币 完全可以鼓起年轻人的勇气